第十六集 他早就觉得奇怪了 兽人的指甲如果天生就这么锐利 那他很可能一不小心就自杀了 比如说挠个肚子的时候 不小心把肠子划出来之类的 按理说猫科猛兽的爪子 平时都是收在爪翘里的 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可以弹出来 小二黑应该也要有爪翘才对 他开始仔细观察小二黑的手 甚至还打了一锅水 洗掉了小二黑手上的血迹 便可以更仔细地观察小二黑的手部结构 小二黑当然有一双大手 他的手和人类的手最显著的不同 就是他的掌心 有一层薄薄的肉垫 这就使得小二黑在攀爬的时候 多了很多的优势 但反过来说的话 抓握的时候就很不方便了 此时就是在原本是指甲的部位 多出来的森森利爪了 简宁试着捏了捏爪子和手指的粘合部位 小二黑似乎很不舒服 抗议地动了动手指 利爪交错着摩擦起来 发出了刺耳的刮擦声 但简宁却是目光大亮 他早就发现小二黑在袭击前习惯一束爪子 至少是有这个动作 如果利爪本身是没办法收起来的 那他就根本没必要做这个动作 直接上就好了 所以简宁大胆地判断 小二黑的爪子是可以收起来的 他又到小二黑脚边观察他的脚指甲 瘦人的脚指甲也是呈爪状弯曲 并且相当的强壮 只是脚爪已经长得很长了 简宁不止一次发现 小二黑在纵约的时候被勾到指甲 露出痛楚的表情 他又捏了捏脚指甲 再捏了捏自己的手指甲 确定了自己的看法 小二黑是有爪翘的 他的甲床要比自己的甲床厚实的多 而且还可以隐隐捏出两层甲床的交错感 等等 所以眼前这个兽人他 他是二到什么程度 连磨爪子都不会吗 简宁不禁冒出了一头的黑线 就算是家养的宠物猫 都知道要磨爪子吧 不然爪子一直生长 就会收不进爪翘里 这小二黑 他是要有多二 才连磨爪子都不会 他看着小二黑的眼里 就多了一丝怜悯 可怜的孩子 简宁低声说 每次觉得他其实是相当有杀伤力的猛兽后 小二黑就会用他的二 来证明自己的喜感 听到简宁开口说话 瘦人转头 瞥了一眼简宁 懒洋洋的翻转过身躯 叫了一声 然后张开手做邀请状 是让他一起来依偎着睡觉吗 简宁笑了笑 摆了摆手 小二黑已经明白 摆手等于不 点头等于是的意思 他就眯起黄澄澄的眼睛 似看非看的望着简宁 忙活起来 又打从鼻孔里 轻轻的出了一口气 这才闭上眼 继续在阳光下打盹 简宁就觉得 小二黑好像在说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啊 连打盹是世上至高无上的享受都不知道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 现在就证明一下 自己并不愚蠢 简宁没有在河边 就貌貌然的给小二黑修剪爪子 在确定了小二黑的爪子 是必须要修剪后 他就开始打主意 想让剪下来的指甲 发挥点余热 这么坚硬的东西 不是很适合当真吗 线的话 五彩牛的毛 似乎也可以勉强胜任 在蛮荒大陆 想要访线 似乎是相当异想天开的一件事 只好拿牛毛来试试看了 反正 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 都不能放过 简宁在心底默默的下了决定 就开始收集直鞋草 小二黑一直对他的血腥味表达出了很隆重的担忧 虽然看他行动如常 也没有过分的紧张 但是还是时不时的直直鞋草 又直直减凝 他很怕自己一直不采取行动的话 小二黑会以为是太笨了 以至于不懂自己的意思 然后就会热情洋溢的帮助他止血 那就太过分了 他光想都觉得一阵恶寒 果然 看到简宁开始割草 受人表现得很欣慰 用尾巴上下刷了刷简宁的背 全当夸奖 就又眯起眼打盹 连开山刀都没有再碰过 简宁也不着急 小二黑实在是吃得太多了 现在血液估计都在胃部 反正下定决心要教他用开山刀的话 有的是机会吗 他们在河边待到了半晚 小二黑就起身准备带简宁回山上去了 简宁特别把火堆烧得湿透 不敢存留一丝火种 以鼠人的智商 他毫不怀疑他们会偷偷过来查看火堆 如果被鼠人得到火种 这些没有经验的兽人可能会造成森林大火 当然他还踩斜了不少盘桃放进篮子里 顺便又把木碗和木勺也带走了 所以篮子就变得相当的沉重 路又很新 简宁背上多了好多新伤口 一回到崖顶简宁就发誓 他一定要把这个交通方式闹明白 话说回来 住在山崖上虽然安全 但的确是相当不方便 不说别的 火种保存其实就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打火机虽然是新的 现在还没有用完的危机 就算用完还有液体燃料 放大镜等补墙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伴随简宁几十年的 如果几十年来 他要一直住在山崖顶 永远是要用的时候再生活 那就非常麻烦了 而保存火种的话 就对他们的居住地有要求了 起码居住的地方不能是这样 人力无法攀爬的山崖 简宁把这个问题推到心底 现在他都没有办法和小二黑交流 担心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还是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至少把运送篮子的事情解决掉 不过 看了看天色 简宁觉得 他还是先睡觉的好 第二天起来 小二黑就没有下牙的意思了 他们现在本来也就是隔一天下一次悬崖 不过简宁其实有些不大高兴 他很希望自己能再度喝点热汤 慢慢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喝过水 简宁把昨天剩下的烤牛肉 拿了一些给小二黑分享 小二黑就又开始关切简宁的伤势 简宁只好无奈的进了厕所 换上直血草做的卫生店 一边在心底祈祷 这些草不会让他换上妇科病之类的东西 不过还好 直血草草制绵软 垫起来要比原液舒服得多了 他又强迫小二黑脱下牛仔裙来给自己穿上 来好朋友的时候只穿着内裤 那是相当的没有安全感 小二黑一边无助的咪腰惨叫 一边手足无措的看着简宁把牛仔裙扯下来 裹到自己身上 却没有阻止简宁的意思 哎呀 等一下就还你了 简宁安慰小二黑 同时也扭开脸不去看小二黑的 那个雄伟壮观的器官 好久没和他直接见面了 现在两边的关系居然还生疏起来 这样一来 简指甲试着做真的工作 就拥有了最高的优先级别 有需求就有动力嘛 简宁实在是想缝制几条裙子了 他就以梳头为诱饵 诱惑小二黑 在床上躺下来 二黑乖 二黑乖哦 一边梳理着小二黑油亮顺滑的黑发 一边轻声诱吼 可能是开始吃熟肉的关系 小二黑身上的毛发 越发的乌黑油亮 头发也整齐顺滑起来 被简宁这么一梳理 受人眯几眼 发出了一长串 疑阳顿挫的喵屋声 大概是在表达自己有多舒服吧 没有多久 他就发出了微微的憨声 懒猫 简宁在心底唾弃着 他又拿出瑞士军刀 把指甲剪扯出来 爬到小二黑脚边 把一只大脚抱到自己大腿上 小二黑腿上正反面 都覆盖了黑色的短毛 一直延伸到足背 足底也和手心一样 长了薄薄的肉垫 对简宁的做法 兽人只是懒洋洋的眯缝着眼 撇了撇他 就没有多加干涉 简宁就认真地揉捏起爪鞘 研究起了小二黑的指甲 不过 这个动作估计是让兽人不大舒服 他不时就动动脚 虽然动作很轻 但还是几次险些滑破了简宁的皮肤 简宁只好尽量避免刺激到兽人 不过 他也有了结论 从爪翘和支甲的接缝处来看 应该是支甲在生长的过程中渐渐长宽 以至于无法收入爪翘中 否则 小二黑依然是可以把爪子收进去的 只是收不全而已 他就试探着从侧面摸索了一下 确定了他要修剪下来的宽度是多少 又尝试着拿起支甲剪 握住了小二黑的右边小脚趾 万一剪错了 小脚趾会比较无伤大雅吗 他在心底悄悄地擦了个冷汗 以前家养的小猫非常抗拒剪支甲 在剪支甲的时候总是百般挣扎 还好 小二黑相当的训量 眯着眼打着呼噜 好像一点都不介意剪您的举动 他比量了又比量 还是一咬牙 轻轻地剪下了支甲的一条边 瘦人的支甲虽然锐利 但质地比较脆 咔蹦一声 就断了下来 小二黑默得浑身一震 剪您赶快放松 把支甲刀藏在身后 起身做若无其事状 瘦人就一个翻身坐了起来 迷惑地瞪着剪您 好像在说 你在做什么 又左顾右盼 耳朵耸动着 好像在寻找生源 剪您和他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 瘦人才缓缓地再度躺倒 他好像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支甲被剪了一条下来 二 剪您在心底毫不留情地吐槽 他的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 他又摸索了一会儿小二黑的支甲 再一次小心翼翼地为他剪掉右边的一点 清脆的喀绷声再起 小二黑又翻身坐起 到处寻找生源 剪您再度做无辜状 甚至于他还把剪下来的指甲握在手心 不让小二黑发现不对 于是 瘦人寻找未果 就又躺下假妹 不过 他的尾巴还是不安分起来 不时这里拍拍 那里打打 好像在说 我知道有哪里不对 我只是还没有发现 剪您一边笑 一边捏了一下小二黑的爪翘 咻的一声 爪子果然就收进了爪翘里 这一下 小二黑是发觉不对了 他猛地翻身坐起 抱住自己的脚 对剪您瞄污了起来 瞄污中 居然有些痛楚的意思 剪您很快明白 忘记打磨指甲边缘了 他抱歉地蹭蹭小二黑的脸侧 一边又捏了捏爪翘 爪子于是弹出来 剪您拉出挫刀 开始仔细地为小二黑摩擦指甲侧面 瘦人也就在剪您头顶 饶有兴致地看着 暖和的呼吸声 吹着他的脸 又热又湿 他打磨了一下 又把已经弯曲了的指甲尖 剪掉了一点 再行磨尖 刚才他就发现 小二黑的爪子尖 还是有一点收不进去 因为太长 支甲尖都长弯了 这下 小二黑自己都知道 把支甲收进爪翘里 看起来就是正常的小指指甲 和人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伴随着一声清脆响亮的喵乌声 小二黑舔了舔剪您的脸 他翻了个白眼 擦拭着汉玲玲的脸颊 我知道我知道 指甲剪得好 结果又忙了大半个上午 给小二黑打理指甲 这里面当然不只是美观的事了 小二黑的爪子是他打猎的工具 还关系到他们爬上爬下的安全性 简宁是每一刀都相当的慎重 就怕剪坏了一个 上牙的时候没法用力 那就悲剧了 不过 小二黑显然也是对自己的支甲嫌弃已久 对他的修剪行动无比配合不说 还时不时指着一根爪子喵乌连声 叫简宁再行加工 简宁也很快发觉 小二黑喜欢的是又短又锐利的爪子 最好是平时可以收到爪窍里 然后需要的时候再亮出来挥舞 原来长得打弯的那种支甲 自己都不喜欢 那为什么不自己磨一磨支甲呢 简宁在心底默默地想 不过也很快释然了 找什么东西磨呀 这支甲根本顶得上一把刀了 磨什么都能磨穿 除非是抱着一块大石头来磨 而且就算能磨手 脚又该怎么磨 到了中午时分 简宁忙得一身大汗 总算是把小二黑的支甲都打理好了 他瘫软在地上 看着小二黑满意地在悬崖上走来走去 擦着汗 笑了起来 心中的成就感还真不是盖的 这只大猫虽然难打理 脾气又不好琢磨 还聪明地让人又爱又恨 但无疑还是很萌的嘛 他望着手里的长条形支甲 开始思寸着 怎么把它们改造成工具